我们之前在介绍循环系统的时候有提到你的血压是有恒定性的 它有经过一系列的反射来维持它血压的恒定 同样的我们的呼吸运动也是类似的 它一定会有一个身上的受气来侦测你身体内在的因子环境 而这个受气呢经过神经的传递传递到中枢 这个中枢呢可能就是像之前讲的中枢就是以循环系统而言 是眼脑的血管运动中枢 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中枢当然就是呼吸相关的中枢了 这个中枢呢在发出神经或内分泌的激素就作用在所谓的动气 那我们就用同样的逻辑去思考 我们今天要调解你呼吸相关的恒定怎么做呢 好先从受气讲起就是这个 那受气呢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呢叫做中枢的受气 中枢 一个叫周边 好我写旁边好了 受气分为中枢跟周边 写在这里好了 中枢跟周边 那这一点都是跟我们之前在介绍的血压时候不太一样 因为之前我们介绍血压的时候呢 我们只有介绍到周边 就是你的主动脉和体动脉会有血压受气 那在周边嘛不在脑里面嘛 但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呼吸方面 它中枢也有 周边也有 先讲中枢吧 中枢有化学受气 它主要指的是眼脑本身就可以侦测什么呢 它主要侦测是二氧化碳分压 及氢利质浓度 其实这两个有相关 因为你只要脑袋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偏高 那二氧化碳容易水变碳酸 碳酸结成氢利质跟碳酸氢根嘛 所以其实这两个是有相关的 你只要这个环境二氧化碳浓度高 这边的氢利质浓度就会高 所以我们的眼脑 它还有化学受气 侦测二氧化碳分压 及氢利质浓度 来决定你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或酸会不会过多 那当然中枢的化学受气 它可能是侦测眼脑里面的血液 或是眼脑附近的脑脊水液 脑脊水液就是指我们中枢神经系统 自己的循环的液体 叫脑脊水液 那周边也有 除了你的眼脑有化学受气 侦测二氧化碳及氢利质之外 周边也有化学受气 它侦测是二氧化碳及氧分压 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周边的化学受气在哪里呢 就是颈动脉和主动脉 这不是跟之前血压的侦测有关吗 没错 主动脉和颈动脉 除了侦测血压之外 也侦测氧化碳及氧化碳分压 这叫做周边受气 但如果除了中枢和周边都有化学受气之外 你的周边还有一种特别的受气 我们叫它张力受气 或叫牵引受气 写个张力 它的位置是在肺 其实就是我文字最下面这边写的 肺内的牵引受气 或叫张力受气 它侦测你肺的张力 位于肺里面 让你的肺不要脏破 如果你肺测得太大的时候 它会发出讯号 跟那个中枢说 你再吸下去肺就要破了 请你不要再吸了 再吸肺就破掉了 这是另外一个受气 它叫做机械性的张力受气 好 所以这样整理起来呢 我们可以知道 原来中枢跟周边对于呼吸的恒定来讲 都有各自的受气 其中中枢的是以盐脑中的化学受气为主 它接受的是二氧化碳分压及氧氧氧氧度 这些浓度变化 而在周边的化学受气呢 主动漫、主动漫、对氧分压的变化比较敏感 然后对氧分压的变化比较不敏感 那一样可以侦测 另外就是肺的张力受气 侦测你肺的张力变化 以上这是受气的部分 那中枢呢? 中枢位于眼脑 眼脑有个位置 应该不知道一个 有一群位置叫做呼吸中枢 而这个眼脑的呼吸中枢 就是呼吸的节律点 我随便写在旁边 这一点都是跟我们之前学的那个循环不一样 因为你循环系统的节律点 在心房 心脏的心房 因此心脏离体 心脏自己会跳动 如果你今天你把你的横隔膜拿到体外 它还会正常的频率性的收缩舒张 收缩舒张吗? 是不会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看到一个 一个人的呼吸系统 在体外进行运作 你必须要眼脑连着神经 连着横隔肌或是外肋肌肌 同时拿出来 你才会看到它继续性的收缩 因为它的节律点的位置是在眼脑里面的 是由呼吸中枢定时放电 然后这个电流传到你的呼吸机 引发呼吸运动的 可是循环系统不是 循环系统的节律点不在脑里面 也不在眼脑的血管运动中枢里面 在心脏的心房 就是痘房节 可是呼吸不是 呼吸的节律点就在眼脑的呼吸中枢里面 所以这是中枢 所以这个中枢如果被调节 被侦测的一些内外环境之后 它会发出讯号 主要是神经 它也有内分泌 就影响动气了 这个动气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 呼吸机 就是横隔 内外肋肌 还有腹肌等 这些就是呼吸肌肉的 就是呼吸机 可能吸气肌或呼气肌都有 所以以上这是我们对于 呼吸运动调节的一个描述 好那这边我延伸几个东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古装剧 或是那种古代有人冤狱 要以死明治的时候 他怎么达到他以死明治的那个目的呢 你会看到他的研法 不外乎就是咬舌自禁 其实咬舌自禁风也蛮大 咬舌布丁真的能够死掉 要看舌头血管够够多 二 如果你要有绳子带子的 还可以悬梁自禁 再不行就是在公堂上直接撞墙 撞柱子而死 我是说桥段 你当然不叫撞柱子 你会撞火车 但是那时候没有火车 撞柱子不会死吗 你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各位 这跟出速有关 还有你的加速度有关系 就是你出速加速顺进去之后 你撞到自己的瞬间 你的末术是多少 这会影响你 比如说你撞到之后你的脑部的震动啊 等等 好 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你撞的时候 你要故意把你最最后就要去撞墙壁嘛 对不对 嗯 是是是 你觉得嘞 你觉得嘞 对不对 你撞到自己的心 啊 你撞到自己的心 你撞到自己的心 我撞到自己的心 你撞到自己的心 我撞到自己的心 撞到自己的心 刚刚有人说的很好啊 就是 呃 屁股 不是吧 你如果用屁股去撞墙 然后说要死 我还是被别人打死的 别闹了 我挖你啦 根本这么屁股 好 各位我延伸回来 可是我发现 这些剧中 没有演到以下这几个方法 我现在说几个 你不觉得以下的方法更快吗 憋气到窒息死掉 你会发现 做不到 做不到 对不对 你们是 你们是试试看 你们憋到某个程度之后 你就会hold不住 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一直hold不住的 就像有时候 有些游泳课 教练或是 老师会考潜水时间吗 你去趴下去 我用意识控制 不要呼 不要呼 到最后就受不了 起来 不行了 对不对 为什么你憋不下去了 不是可以大脑意识控制吗 各位跟这有关 因为你的周边坏的受器 侦测养分压 养分压递到某个程度之后 它会讯息交给中枢 而这个延长的呼吸中枢 在这个时候 它的力量 会带于你的大脑意识 它在说大脑给我闭嘴 你要死掉了 我不管你 它就发出讯号 你给我呼吸 不然你会死掉 所以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 憋气 然后自喜的 没办法 你试试看 你试试看 做不到 真的做不到 第二件事情 第二个方案 各位有没有想过 既然吸气和呼吸 是意识控制的 我会用力吸气 吸到我的肺 脏破 直接气球死掉 为什么做不到 again 请看周边 有个叫张力受气的 你的肺 撑到某个程度之后 它一样 背着张力受气 牵引受气 讯号交给了眼脑的呼吸中枢 眼脑呼吸中枢就说 大脑你给我闭嘴 你再继续吸下去会破掉 会死人 他就说 大脑的讯号关掉 由我来控制 好不吸了 改为吐 吐 吐掉 吐出来 肺就不会涨破 所以我们虽然说呼吸意识可以控制 但是老大其实是眼脑的呼吸中枢 意识可以控制他 可以说你帮我呼个吸 你帮我吸长一点 因为我要唱歌 你帮我呼久一点 但是最后如果危及生命的时候 你的眼脑的呼吸中枢 它就会变成主宰了 好 那中枢上面可能还有更高阶的中枢 我画在上面 这边 打个问号 有谁呢 大脑意识可以控制毛息在最上面 大脑意识可以控制眼脑的呼吸中枢 还有我这边再补充另外一个 你的脑区中有一个构造叫桥脑 我们是不是以前在高额讲过 桥脑就是见中 见中桥炎 这四个合成脑干嘛 见中桥炎 见脑中脑 桥脑炎脑 其中一个区不叫桥脑吗 桥脑也有一个中枢 叫呼吸调节中枢 看到吗 在这里 也就是说 我不是呼吸中枢 但我也可以调节呼吸 我们就叫它呼吸调节中枢 但是不论是大脑还是桥脑 都不是真正的主宰 真正的节语点击主宰 还是眼脑的呼吸中枢 为最重要的呼吸的中枢 好 以上我们就把呼吸运动的调节 就略讲到这里